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来到第二个环节 今天是星股无双星期五的时间 Vera继续和我做节目 Vera有新的消息 新闻有新闻 我们说了新闻之前 不如我们先说市场 现在是2305的 升至126点 成交是832亿 我还没留意前几天的成交 其实是否也很大呢 对 我曾经试过很大 虹荒性的抛售 但今天来说 去到风眼 今天的开波就是贸易战 反而不是很厉害的成交 始终有人觉得跌了这么多 会有一个疑问 包括我此刻在内 有什么疑问 因为你会继续沽货 保存的实力 往往投资者在这个问题里面 永远是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应该是最难的问题 是最深的问题 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会听别人说 这个股票买得过 其实你不知道 他所谓买得过的好消息 有没有反映到他的消息 其实已经反映了 反映了你现在买就错了 所以这是最深的学问 也一直学到老 是 那我们就说回 其实你说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 就是贸易战的开波了 已经出现了 还有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不单止对中国 他对加拿大 往小过 欧盟和日本等其他国家 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出来 而且都增了很多关系 其实这方面就不是绝对 因为为什么呢 昨天来说 就是昨晚 就是美国 已经公布了 特朗普突然间 向欧盟釋出善意 就是告诉欧盟 不如大家玩这个零关税游戏 就是汽车方面 就是欧盟去美国汽车零关税 美国去欧盟又零关税 这个就是在最后一刻 因为今天7月6日 就所有人一起去打关税 那欧盟呢 它突然间釋出善意的理由 我们那时候也说过 就是什么G7国家开会 就跟着 麦克尔 德国总理 就露碰着特朗普 跟着呢 日本呢 日本的首相呢 就轿着手 那好像呢 就是 就是个个都是围着他来打 那其实我就觉得这封 剧照 很假 那现在看到了 就是 他在最后一刻 就放行欧盟 嗯 那理由 就很明显 就是针对中国 嗯 因为中国就没有 我都希望呢 就是在最后一刻 他说我们先坐下来谈一下 是 但其实已经谈了很多次了 那你再谈不行呢 再没有意思 那问题在这里 你记得 派一队人去中国谈 中国又找刘鹤 又派一队人去美国谈 那他谈来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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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呢 就美国翻面说要做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他为什么要针对中国 针对中国这方面呢 就你同不同意都好呢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因为欧盟他放生 但是当然呢 墨西哥他还没放生 加拿大他还没放生 但是不排除呢 特朗普已经说了 就是说 我是想个别跟你们谈的 就是譬如墨西哥 但是个别跟他谈呢 就已经是出现了一种 是WTO里面 嗯 最惠国待遇呢 就是譬如说我是 友谈你呢 就要友谈所有人 就不可以 选择一个人的友谈 那就是违反 这个WTO的自由贸易的原则 但是特朗普呢 现在呢 最新消息就是说 已经是立法案呢 是容许美国总统呢 可以任意 喜欢跟谁谈关税 谈什么程度都可以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 by pass了这个 WTO的规则 那WTO呢 可能就会抗议了 但是 而且之前就有消息 就说美国其实是有 就是他不是说 自己退出WTO 但是他有实质退坐的东西 好事就已经是退出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你在会议里面 会议是规则的 譬如说 就是简单一些 我们讲的一个男子 club 不准女士进来的 那我带你去 那如果 譬如说我是会长 我硬硬就改了 那就是名全实磨 那规则 就是你破坏了 那别人吵你的时候 你说下次我不带 再下次又再带 那就是整天都糾纏 糾结 那美国方面呢 就很清楚了 我这个北美贸易协议 NEFTA 如果你们反对 我就取消了它 这个巴黎协议 就是环保的人 我就取消了 跟着这个伊朗协议 这个无核化协议 又取消了 那跟着 不要说联合国的 人权 它全部都取消 那现在 再出来 我就定了自己的规则 那你不喜欢的 你就赶我出去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以前 WTO是美国的创办人之一 是的 所以我刚刚其实都问 出而反而 那就是因为 现在的形势变了 现在我就想说 究竟变了什么 形势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实那个 修飞底律陷阱 就是说 Destined for War 的著作者 就是说当一个大国崛起 就是中国 那这个现有的 status quo的大国 就会 千方百计 阻止那第二个国 那他们 根据历史 16次 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14次打仗 那所以呢 现在不要说打仗 因为打不了仗 因为核武器多 大家都有核 那就变了来说 一定是打贸易战 如果是这样 打贸易战 最后背后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就是因为 看回时间上 很吻合 习大大 就是中生制之后 他就出来做事 那做什么呢 首先 就是中兴事件 跟着就是华为事件 最新的就是中移动事件 中移动不准在美国卖 是 那这些呢 就是说一个中国发展科技 那 大家都知道呢 中国其实是一个 所谓世界工作 好多年了 也都解释到 为什麽中国有这麽多外汇储备 而美国呢 就有赤字 因为他出口了去美国 赚回来的钱呢 就买回美债来 将资产负债表顶住 要不然我不断出口 我的钱收不回 不如去美债收息吧 那就令到那个线循环 就是合理的 但是 过了这麽多年 三十年 做了WTO之后 那现在呢 盈余又很大了 盈余大呢 就是变了可以 就是 华士了 那这都没所谓 但是美国最忌计的是两样东西 是 因为一向来说 美金呢 就是所谓全球的世界 储值货币 嗯 接着就结算货币 譬如买金就算美元 美元 石油是美元算的 那现在呢 人民币呢 就入了这个SDR 就是 美国 就是这个所谓的 一蓝指的 联合国的SDR 嗯 可以再给一些货币 即SDR的意思就是 作为一种货币储备 给所有中义处的国家 那这个都没所谓 但是他想着你不成气候 但是突然间你做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意思就是 第一 我理解了 2020的时候呢 就是二零一年的GDP 去到一万美元的 这个人均了 嗯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2025 中国制造有机梦人 是 高科技 是差不多可以 并架齐区的 和美国 还有呢 中国的行先就是5G 那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节目一早就说了 而今次 Bloomberg也要写文章出来 就说 其实呢 这个贸易战只是一个开始 不是一个终结 因为呢 你触犯了美国最大 最忌忌的事情 还有我们看到 今次他征税 其实一直都是 正对你刚刚说的 2025那个 什么计划 那些产品去征的 他很明显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 不想去 人用品 自己伤害自己的 人民呢 他要买中国制造的 鞋 衣服 那些普罗大众 买不起的东西 因为美国其实 所谓的富有国家 贫穷线下面的人都很多 嗯 拿一些叫做食物银 譬如罐头 去吃 靠那些维生 所以呢 他是不会做那些 但是他会攻击你 但是这个也不够 因为为什么呢 你又不肯开放市场 这方面呢 其实美国公司 就投诉了很久 譬如说Google 大家看到了 入到中国 在全世界这么厉害 搜寻车又如何呢 去到中国也没有人用的 我们正在用的 Facebook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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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投诉了去美国政府 是 我们被中国逼 譬如说 私隐权又逼他 要妥协 然后审核权又要妥协 嗯 那么他来 漸漸来说呢 就已经继了愿了 大家 因为美国政府知道这些投诉 是 就说明要帮美国公司搞的 搞不了 那么多个政府都搞不了 那么现在特朗普的好处就是 他摆明居马呢 我是不需要规则做事的 嗯 我是被人觉得我是瘋的 是 这个其实是借口来的 因为其实他不是真的这么瘋 其实他现在背后很清楚 他是针对中国就是说 要打击你于无形 因为美国最拿手就是 就是货币就是美金 第二是科技 嗯 现在是这个火星计划也是 2025年那些计划 那么中国想2025年这么快 他当然是按住你 就是等于我们打那些傻瓜 那些游戏 一袍头就打你 是 那么这个情况呢 是为了他本身的利益来做的 所以你跟我谈什么呢 你第一 你又不肯放宽市场 你说放宽了 很简单 我不是帮谁 我只是想指出一件事 就是早前有朋友跟我说去深圳 都买到所谓翻版叠的 看戏那些 是 那你说知识产权已经改善了 是怎样改善呢 那么知识产权这个 无论那个片是中国 还是哪个国 都是侵犯知识产权 嗯 那么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的时候 为什么海关人不去掃的呢 那些 那些口岸附近那些 这个是最基本的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政府 没有那么有作为 美国现在就用这个借口 就是说你们没有去 做到你吃饿的东西 其实他们的层面就高过你翻版叠 就是他说 你逼一些美国公司 放宽一些技术给你中国 但是你就没有尊重这个知识产权 然后用了它呢 就说是自己研发的 那我们看到那些芯片事件 拿Motorola 改了个Mac Logo 然后党是自己的事实出现过了 是 基于那么多样东西 你是美国 你信还是不信 就是他就用国家安全 是 他现在是禁不住你 所以你谈 中国呢 由现在来说 因为大国 他没有理由 会站在那里给你打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其实整件事 要想一想 你要放宽市场给他 就要尊重市产权 因为不只是 美国货入口的价钱多少 而是你是给不给他入口 你完全不让他入口 或者他入口的时候 你要监控他放宽一些技术 那他就等于不想入口 那见到Dong Kong就说了一句 他说 但是很多的企业 其实是美资背景的 其实都有份被制裁 是啊 现在最伤的 根据这个数据 是美国或者外国公司 在中国 而不是跟中国合资的 不是中国合资 那是有些产品输回到美国 都要打关税 是吗 因为他在中国出口就是这样 这个也算是中国出口 为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查证你背后的人 等于我说个笑话给大家听 以前我做很多年前 30年前做银行出入口的时候 竟然有个客人 入了一箱货柜的可可乐 进来香港 一箱金山厂进来香港 为什么呢 原来他很简单 因为这个金山厂是真的 只是在外国 在美国 在另一个地方进来 但是 可可可乐 譬如荷兰进来 就已经要搭水了 不用香港美稅 不需要香港美稅 但是他没有违反那种协议 因为泰谷厂就是香港的可可可乐的代理商 他就抗议 为什么你会进入荷兰的可可乐 他说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这个货柜 是由我荷兰的子公司 运回来香港的母公司 那有什么问题呢 那是为了什么呢 去买 因为你明白吗 他说有两样东西你不需要买广告的 金山厂和可可乐 是人都知道的 那难道你放一罐可可乐 在超级市场里面 这件是荷兰的 就会比香港的中文字 是的 应该比香港的中文字 那些人觉得是一样的 这个便宜一元 你当然是买那个 所以他计算 只要他入口的时候 是比香港的零售价便宜 他卖得过 他卖这个东西 其实是没有侵犯这个版权 但是有侵犯一个叫做 入口和出口商的 利益的 你们签的合约 但是我也没有参与 所以香港就叫做水货 这个定义 但是水货是合法的 那这些东西就要他本身的品牌去 所以呢 那个贸易战是复杂在这里了 就是你不可以说 这间公司是美国Origin 有美国人在这里 我就不打 因为这样去的 就不知道哪些是 所以全民受虑 所以现在贸易战的效果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所谓打击大国是出现的 所以我就觉得背后的意义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可以打很长的 但是你会问我 既然这场仗可能打很久 为什么我又会开始 大家可以买这本子 这个就要休息半分钟回来 你们可以给问题的时候 如果没有的话我先回答 好多人 回头再谈 好啊 谢谢大家 我问你 这是朋友 那么就得给大家 不想感觉 这个摄影 它有点 功能